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这种事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改朝换代屡见不鲜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这冯夕范是个罪魁祸首 离条外决 完全有他自己的打算 无外乎一个字 全 他想把那些人全干爬去 立个亏赖 踏出划算 武朗大圈 这家这个阴谋家 又是个野心家 他给郑聪出主意了 叫郑聪想方设法 把郑克藏干掉 检草出根 他在外边给帮忙 这郑聪 也是个野心家 但跟冯夕范比 他这道行还欠点火 毕竟年轻 心里他没底 在关键的时候 有点懦弱 但是又一想 真要是 让柯爽进了位 我也一手遮天 要叫柯藏进了位 他管着我 我这气顺不过来 想着这你狠心 行了 交给我了 风起范走了 咱说郑聪 哥几个商量来 商量去 最后 把侍从队长 叫刘刚 给叫进来 刘刚长得五大分粗的 身高不到两米 差不多少 他是保卫王公安全的 刘刚来到里边 攻身实力 各位王子 找我有事 郑聪看看他 刘刚啊 平日我们哥几个 对你如何 对小人 天高地厚之恩 好 有你这句话就行 我叫你干什么 你愿意干吗 只要您吩咐 我万死不辞 真的吗 真的 发自肺腑 好 现在就叫你办一件事 一会儿 那个监国 政客葬来 你看我的眼色形势 我叫你动手就动手 把他给我干掉 只要支他于死地 我重重赏你 怎么 你不干 不不 好吧 小人遵命就是 下去准备点人 带二百人吧 埋伏在两乡 是 遵命 刘刚跟那狗似的 主人为他食吃 他不听也不行啊 刘刚下去准备去了 这下头顶铁盔 身披着眼心 拿了一把利刃 藏到屏风后边的 这会儿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郑聪 假传圣旨 派人 去请郑柯葬 到王公义士 就说 郭泰找他 自己说了 没有分量 是郭泰 保释的人 也不知道内情啊 骑着快马 去找郑柯葬 单说柯葬 在府里哭得跟泪人一样 爹不在了 能不伤心 他贤惠的妻子 陈氏在旁边 陈氏也哭 这陈氏是谁啊 就是过去的 总摄政 陈永华之女 徐沛给客葬了 富畅富遂 感情相当融洽了 而且现在身怀有孕 不久就要临盆 看见丈夫如此伤心 在旁边结劝 夫君呢 结哀吧 人死不能复生啊 现在你已经继承王位了 许多许多的事情 都等着你办呢 倘若你身体不佳 怎么办呢 希望你结哀 哎 夫人啊 我想起这些事里 我挠头啊 你是不了解情话 我这一继承王位 有多少人不服啊 柯爽等人 恨我恨得牙长四指 包括我那几个叔叔 郑聪等人 对我也颇为不满 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权力之争啊 我高高在上 他们心里不服 不服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们唯非作呆 我不允许 我管着他们 不死的仇恨就从这儿来的 就将来即使我继承了王位 这个烂摊子也难以收拾啊 我现在伤心什么呢 我爹为什么 年纪轻轻就于事长辞了 故此我太难过了 大王啊 人死不能复生 说这些话都没有用 节哀顺变吧 郑聪做起精神了 国家一大摊的事 还等着你处理呢 夫人说的是 刚说的这儿 报失的进来 国泰派传使官来了 要求见监国 现在还得叫监国 没有正式继承王位呢 客葬不明白什么事 赶紧把他换进来 就问什么事 小人奉命来请监国 国泰有国家大事 找您商议 哦 如此说来 容我更换衣服 把衣服更换完了 带着侍从队伍 起身赶奔王公 身边带着五十多人啊 这些人都是他的贴身保镖 一到王公了 中人下马 刚要进王公 把门儿得把胳膊一横 骂 国泰有口语 只准监国一人进去商议大事 愚者不准进入 哎 客葬的心就一翻个 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国泰干嘛传这口语啊 啊 又一想 大王不在了 处处事实 对得多加简点 可这事也不算奇怪 就即使他们跟我进去 我们议论军国大事 他们也不能在旁边听着 因此客葬一回头 你们留在外边 一句话五十多人挡到外头了 就他一个人走进王公 拐弯抹角 有人领着 直到了内宫 郑聪待着这屋 客葬一惊 微丑就一愣 他这四个叔叔 跟四尊木雕一样 在上面的列座 脸一个个都沉着 那模样很是怕人 没有国泰比 他不管怎么说 这是叔叔 可葬 这个人知书达礼 往前紧走两步一抱拳 各位叔叔 找我有事 国泰现在何处 郑聪啪啪啪桌子一拍 我说郑可葬 李可葬 你是个杂种 你根本就不姓郑 你知都不知道 大王在病榻之上糊涂了 因此留下了糊涂的遗嘱 我们不能执行啊 哎 我郑可葬 你要明白事的 你把大印交出来 你现在既不是监国 更无权继承王位 你什么东西也不是 明白不 哎呀 郑聪说完了 郑明在旁边也一拍桌子 帮胡吃吃 我哥说的话 你听明白吗 你根本就不是老郑家的骨血 在这儿充什么大半算 把监国大印交出来 老老实实退出 还算你的便宜 不然的话 没你的好果子吃 那郑志郑柔 也跟着摇头晃脑 好好直喊 下边的话咱们不说了 这几个人太没水平了 祖宗奶奶 什么难听他们说什么 把郑科葬骂了个狗血 喷头啊 郑科葬气着那个心 噔噔噔噔噔噔噔 飘成了一颗 一开始就听他们骂 插不上话去 后来他们 稍微喘气的时候 郑科葬这才说话 几位叔叔 骂够美 关于你们说的 我不是老正纪的人 我流淌的不是老正纪的血 我今天才听说 我以为我就是老正纪的人 我糊涂了 这话从何说起 咱不必争论 至于叫我教权 也可以 但是得有国泰的话 我得见国泰一面 我问我 我是不是老正纪的人呢 怎么回事 我糊涂了 国泰 不让我继承王位 我二话没有 我顺顺当当 把全交出来 各位叔叔以为如何 郑聪一听 想得美 国泰交代得清清楚楚 让我们哥四个遵命照办 你无权再去见国泰 你算个什么东西 哎呀 说的还好听 你想反谱不成 对 刘刚何在 一句话 平分后都转出大汉刘刚 这家跟贤道神一样 这一露面 来到郑聪进间 大人 请大人吩咐 我还吩咐个屁 还不快将他的人头砍下 我 这刘刚啊 直作丫头啊 转回身来 盯着郑合葬 咋了 你他妈小子怂了你 呃 宠旨 当奴才的没办法 拎着头一转身 直奔郑合葬 合葬一叮 啊 再回身往外看 大门叫人封锁了 都是人家的人 两百多人把院里都插满了 泪生双翅 难以脱逃了 刹那间郑合葬全明白了 转回身来 心到平静了 我四位叔叔 你们豪狠的心啊 违背先主的遗训 先主尸骨未寒 你们就大动干戈 将来你们有一天 在急务圈之下 怎么对先吧 嗯 你们都是什么人 你们想的都是什么 快动手 别听他摆我 呃 刘刚还说了两句 监国啊 对不起 上之下派迫不得已啊 我 我 我跟您可没有冤仇 废话 他把这快动手 不必结实 遵命 呃 刘刚闭眼 就这一刀 就扎到前胸上 由于用力过猛 刀尖从背后都出来了 客葬 大叫一声 蹊跷流血而亡 刘刚把刀拽出来 紧跟他又一刀 把人头砍下 砍完了 他心直颤 各位大人 我不喝 我不喝 滚下去 你瞅你那个窝囊废的样 你还要领赏 我比你干屁 刘刚心说 我才不喜欢要你别赏 这都什么事 哎哎 刘刚拎着刀走了 郑冲一看行了 快快快 把人头人头捡起来 找一根长猪肝 把他挑起来 让外面人都看一看 郑克葬死了 把尸体鞋先搭到 没人的病 他搭走 把血迹擦干净 但是这会儿 外面那五十多人 听心呢 一开始不知道 怎么回事 后来厅里的 吵吵含含的 彼此都熟啊 一了解 哎呦 转眼的功夫 监国死到里边了 这是怎么回事 转回身来 跑回监国府 向陈夫人汇报了 夫人一听 哎呦一声 昏迷不醒 刚才跟丈夫还在一起谈话 转眼之间 丈夫死得这么惨 当妻子的能不难过吗 肝肠寸断 哎呦 丫鬟十女的 这抢救 好半天 陈氏才明白过来 好啊好啊 我丈夫一死 我都没见到他的面啊 不管他怎么死的 尸体我也要见着 我要找国泰 说个明白 顺教背车 外边顺教背车 夫人一想赶紧坐着叫 坐着叫 人抬轿 几众人保护着 不敢走 王宫的正门 从侧门 到了里边 来见国泰 国泰胡了八度的 不知道发生这些事 一听外部哭着 就进了一人 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 这这不是臣氏吗 大孙子媳妇 孩子 你你怎么来了 银河啼哭 哎呀 国泰呀 出了大事了 臣氏哭诉前情 把听到的 一无一失都说了 老国泰 听 也背过气去 抢救吧 抢救半天 国泰明被过来 这个哭 这这这怎么搞成 这个样子 快 把郑聪等人 给我叫来 时间不大 郑聪 正名 正智 正柔 四个人 来在里边 见国泰 国泰一见 那是破口大骂 指着他们的鼻子 你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干的好事啊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谁受给你们的权利 给我讲 到了现在 郑聪 心里也有了笔了 哎 冯夕范说的清楚 这是继承事实 你不同意 生米做手法 往上叩头 娘 容儿 身速飞幅 您是知道的 因为继承人的事情 外边闹翻天了 大伙一直要求 不杀正柯葬 大伙不退却 不要他的命 大家没完 而也是逼不得已呀 你说那怎么办呢 为了保住台湾的江山设计 保住柯爽的王辈 也只好如此 我也不愿意怎么办 那仨紧跟着也夹放 是啊是啊 我们是逼不得已呀 看来客葬啊 是个牺牲品呢 你这这这这 怎么办 国台骂 打 打打不动 骂 骂得没劲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老太太没办法的擦干眼泪 拉住尘世 孙媳妇 我的好孩子 你都听见了 形势所迫 没有办法了 人死不能复生 你皆挨顺便吧 把尸体领回去 好生葬埋 你现在身子这么重 瓦尔不久要临盆 生下孩子抱紧宫中 我要好生福呀 我绝不能亏待了 你们母子 陈氏听完了 网上磕头 国台呀 谢谢您的龙恩 我说两句话 您别不爱听 我生孩子 您给抚养 有什么用啊 政科葬都保不住他自己呀 那还是堂堂的一个坚果呀 何况我们母子 我们已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也活够了 磕葬是我的丈夫 我生是政界的人 死是政界鬼 但是有一事不明 我当面领教 我听说 有人大骂我们磕葬 姓李 不是老政界的骨血 这怎么回事 我死得死个名呗 国台呀 您了解内心 您跟我说一说吧 怎么样 我 哎呀 往事修要提起 不必多问 那位说 究竟这怎么解释 是怎么回事 这可是传说 我讲的这事 也是听传说 原来正经执政以后 有一次 他行为打猎 走到荒郊野外了 结果 迷失了方向 卫队也找不着了 也找不回王宫来了 就剩一个人 正好烟雨 蜜雾 下些大雨 正经就到一家前去投诉 那家啊 男主人不在的 就剩个寡妇 年纪轻轻的 款待正经 给她做饭 给她烤衣服 正经十分感动 这个正经啊 不正经 一点都不讲 哎 就在当天晚上 与这个女人 同床共枕 这个女人的 丈夫姓李 就这么的 有了这个客丧 后来正经 临走的时候 念念不忘 这夫人救命之恩 许诺了 说将来有了孩子 你给我送到宫里头 我好生抚养 我叫她姓郑 但是你呢 对这个事 千万不要张扬 我肯定对得起你 因为王宫有 王宫的规矩 这要传扬出去 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到时候我要翻个脸 我可对不起 许诺完 这正经走了 后来 随着日月戳脱 果然 这女子生下孩子 就这客葬 这女人呢 把孩子抚养的一周岁 还真就送到王宫去了 正经说话得算数啊 把孩子给收留了 然后给这女人一笔钱 让她坐船上大路 你爱上哪上哪去 这笔钱 你和后半辈子都用不了 这个女人打那就消失了 正经请了专人抚养这孩子 事如己出 本来嘛 她就是亲儿子 亲骨血 只是 这夫人名不正 言不顺而已啊 但这件事 只限于内功少数的人知道 外人不得而知 国泰能不知道吗 知道 骂正经 不正经 从哪里 也这个孩子 但这孩子 肥头大耳 十分讨人喜欢 所以国泰呢 也挺喜欢 久而久之 就把这汤忘了 就当亲孙子抚养 以后正经 那些妃子 生些磕爽 这个那个那个一大串 但是不管怎么说 磕葬是老大 按照这个名 放下起的 正经这人还真不错 思念前情 对长子格外的疼爱 找专人叫他读书 找专人陪他练舞 后来这孩子 终于长大成人 堂堂一表 也庄重 也拿事 十五六岁 就像成人一样 每次正经 见着他呀 都喜欢得不得了啊 但是其他的儿子 也长大了 不是一个娘生的 就妒忌 说保密 保不住密 没有不透风的墙 慢慢慢慢就传出来了 这是他呀 不是老正经的 波方询问 他是原来姓李 他是个杂种 不定是谁的孩子呢 大王怎么那么糊涂 你说抱养他干什么 自己一大堆儿子呢 又找了个外波养 说什么的都有 故此 这郑聪 他骂他是杂种 至于真实情况 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 不得而知 咱也没工夫 内查外表去 民凡有这么个事 就得了 总之 科葬被他们杀了 国泰也没咒念了 只好咬着后曹牙 李政科爽 继承王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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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